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屏幕吗 可以看到的帮我打个1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那也可以听到声音 那就应该没有问题 可以看到屏幕的话 我们还是就继续来讲 已经这个到点了 昨天我们去讲了这篇文章 Pessimism vs Progress 这篇文章 它的第一段到第五段 主要讲的是一个开头段的方法 如果你要写一个具体的话题 你可以从它的反面写 本来它想讨论的是 人们的悲观情绪 所以它先从人们对科技 其实是很依赖的 而认为科技是可以为我们 offer a vision of a brighter future 但是近来看到这个悲观情绪 日渐增加 那么就去讲了 对过去十年的技术 是有悲观情绪的 对未来十年的技术 也是有悲观情绪的 而这些悲观情绪从哪里来 就是第三段到第五段 就讲到它的原因了 其实就溯源了一下 它其实是一个历史规律的一个部分 part of a historical pattern 那么讲的是 其实在1979年的时候 这个纽约时报就总结出来了 悲观情绪是占了上风的 那个时候人们主要是觉得 那是无法掌控这些科技技术的 那么第四段其实讲的是 现在主要大家关注的是 智能手机和这个social media 对我们的这种掌控 或者说人类不能掌控他们 但是后面的这一段 主要其实还是在溯源 他说这其实也是一个 历史规律的一个部分 或者说也是由来已久的 然后就对了历史的进行溯源 从1970年代的那些环境问题 核问题等等 比如说1970年70年代 六几年对吧 那可能当时就出现了 什么清淡核武器等等 出现了人们就觉得会有 neutral emulation 出现了一些这种科技革命 人们就会觉得有environmental pollution 对这些在担忧 那么1920年的时候 出现了这种汽车 人们会觉得就会带了一些噪音 污染等等 那么19世纪 也就是18几年 他一直在溯源 出现了一些新的 比如说工业革命的话 大家可能也会觉得 把工人的工作给他抢了 可能这样子的一些弊端 就是他就是一种历史规律的一个部分 今天的对于这个智能手机的担忧也好 对于我们的社交网络担忧也好 都是跟历史是一致的 就是一旦出现一个新的科技 那么人们肯定会有一些人 只看到他的坏处 而把他的好处来视为理所当然 所以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 悲观情绪其实来自于 a mix of 他说没有实现的愿望 unrealized hopes and unforeseen consequences 他是这样子一个综合体 就有些我想要的效果你没达到 但是我们预测到的后果 你却带来了很多 那这样子的一个复杂的情绪结合在一起 就产生了悲观情绪 好了 当时我们也讲了 如果写一般的考试作文的话 你去探究一个问题的原因 你可以从他的内部和外部去分析 比如说如果我们要去讲通信技术 大家对他持一个悲观态度 为什么呢 可能是有些人他自身不想去学 觉得这个通讯发展的太过于迅捷了 我很难去跟上时代的步伐 觉得这是他自身的原因 不想去学 另外一个就是觉得 通信技术可能发展太迅速 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管 导致很多的这种 比如个人信息被泄露等等 对吧 就是从内部外部去分析的 今天我们会去讲第六段到第十段 第六段就讲了 讲了这个原因之后 就是历史演变的一个部分 你是规律的一个部分 但是这种悲观其实是有弊端的 弊端就在于 他可能就是把科技带的好处 视为理所当然 take these advantages for granted 还有一个弊端就是 压根就否认了科技长期 在长期上面来 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好处 这个特点 好 这是他的弊端 那么第七段到第九 是作者对于科技的正确认知 他提出应该怎么样子呢 我们看到科技会带来问题 确实但是可以用科技去解决 然后第八段讲 科技本身没有好坏 我们也有个阅读文章 讲知识本身也没有好坏 第九段讲良性的质疑 其实是有利于正确使用科技的 最后一个是结论 第十段 讲的是有可能这个根源 悲观的根源 或许不是 a mix of unrealized hopes an unforeseen consequences 或许不是 它或许是什么呢 或许是由于对政治的悲观引发的 就像是我们把正文已经讨论完了 之后我再加一点PS 就是好像你跟同学写信一样 写英文信 写完了之后 你突然忘记了一个什么东西 你写信后面写个PS 这个也是一样的效果 或许这个悲观情绪 说不定是由于对政治悲观导致的 为什么呢 就是觉得我们不能够提出一些好的方法 来制约这种科技 或者说来解决他的问题 可能是对政治的悲观 但是呢 作者马上去驳导了 他说至少呢 我们还会表达自己的态度嘛 表达悲观 总比啥都不表达好啊 所以呢 并且历史也证实了 其实科技是利大于弊的 这里他用了一种方法 就是说用历史来论证今天 你看历史上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今天的人 难道就不能解决吗 你也可以解决 它就是一种什么呢 analogy 类比 历史上可以这样子搞 今天也可以这样子解决 对吧 类比 这个就属于inductive reasoning 中的一种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归纳法 等一下我们会讲归纳法和演绎法 那么最后一两句来讲的是 生活在这个21世纪的20年代 其实是一大信誓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 首先来看第六段 第六段 刚才讲的第五段 第三段到第五段 讲的这些悲观情绪 其实是一种复合情绪导致的 就是对于这种没有实现的愿望 的一种失望 对于这种没有预见到的这种缺点 它的一种复合情绪 However that pessimism can be overdone 这个overdone是overdue的过去分词 其实就是太过于夸张了 也可以写成overblown overblown这个词 或者说can be exaggerated 可能是有点夸张的 这是一个topic sentence 我们继续看 Too often people focus on the drawbacks of a new technology while taking its benefits for granted 这就是一个悲观情绪 它可能带来的一个闭断 就是你可以可能会把这种科技带来的好处 事而理所当然的 就相当于是 就忽视了它是人们努力的结果 worries about screen time should be weighed against the much more substantial benefits of ubiquitous communication and the instant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entertainment that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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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说什么应该be weighed against something 就是它的弊端应该和它的好处做一个权衡 放在一个天平上去权衡一下 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优点是远大于它的缺点 The something should be weighed against something 比如说the advantage of something 或者说the disadvantages of something should be weighed against its advantages 这里我们就可以做了一些联想 比如说什么呢 我们说通常会讲利大于弊 对吧 我们可以怎么去表达呢 利大于弊 你可以说the advantages outweigh if disadvantages 可以用outweigh这个词 比如说我写这里 有很多种可以表达利大于弊的 outweigh这是一个词嘛 对吧 outweigh 极物动词 它除了outweigh还有哪些表达呢 你可以用pale也可以啊 你说它的disadvantages pale 比如说我写下 disadvantages pale in significance when set against its advantages 也可以这样子讲对吧 除了这个outweigh outweigh的话肯定就要把这个优点放在前面了 这个表达同样的意思 advantages outweigh disadvantages 这个词例是pale 表示做形容词表示暗淡无光 对吧 做动词表示显得不那么重要 那么这里后面insignificance 就是在重要性方面 它就暗淡无光了 就说这个缺点在重要性方面暗淡无光了 when什么呢 when it is set against set是过去分词 要稍微注意一下 是过去分词 或者说when they are set against 就是这些disadvantages are set 过去分词set是放的 搁在那儿 放在那儿 放在和什么面前呢 放在它的优点面前 它就显得暗淡无光了 除了这个词之外呢 当然我还想到另外一词 就是用dorf这个词 dorf 对吧 这个dorf 这样子 写错了 dorf dorf 一下怎么拼不出来 就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子 我看一下 拼错了 dorf 这样子 dorf本来是小矮人的意思 但多动词 它也是表示把谁比下去了 那你也可以用说 the advantages of something dorf is disadvantages 也可以这样子 所以说利大弊 有这好几个词都可以去表达 顺便去提及一下 好 那么这里讲的是 我们的担忧 我们的worries concerns 应该被放在它的优点前面 进行一个权衡 weigh and consider something 对吧 weigh and consider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我们要进行一个权衡 就不能只是视而不见 好像优点就是理所当然的 不能这样子 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弊端 就是使成果 就显得是理所当然 那么另外一个危险 就是a further danger 所以它是两个缺点 a further danger is that latter efforts to avoid the short term costs associated with the new technology will end up doing something 先不往后面看了 他说这种对科技反对的这些努力 或者说这些呼声 that latter efforts 这个后面是补语 latter efforts to do something to avoid the short term costs 就是那些反对科技的人 他们的一些行为 他们想要干嘛呢 他们想要避免短期的一些个弊端 跟什么的弊端 跟一个新科技相连的 相关联的一些弊端 他想要去避免这些弊端 他们所做出的这些行为 可能最终会导致什么呢 will end up doing something end up也可以改成wind up WIND 就是风那个单词wind 只不过都wind wind up denying access to its long term benefits 你不能想去避免他短期的弊端 结果呢 却是以什么收场 最终就阻碍了你去获得长期的收益 那比如说 学习也是这样子的 那你想避免一些短期的 你说我要搞一些技巧 我要避免短期的计单词这么累 那么最终呢 那你可能就收获不到长期的效益了 你可能就是只学到一些技巧 乱七八糟的 结果呢 真正英文实力是没有上升的 好 这就是他的第二弊端了 就是他不会得到长期的收益的 他说something something做的是前面整个句子的同位语了 他说这个东西呢 Karl Benedict Frey 一个牛津大学的这个学者 把它叫为technology trap technology trap 科技陷阱 让我们想到一个词 middle income trap 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说在一些发达国家中 当人们收入达到一个中等水平的时候呢 就会陷入政治混乱 对吧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等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那么technology trap也是一样 就好像说 当科技出现在一定程度的时候呢 很多人就会去想要去避免 这种科技的一些弊端 其结果呢 他就没有能够继续的获得科技 带来的红利了 跟我们的中等收入是一样的 就是当你进入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时候呢 可能这个国家就会陷入一些混乱 他就不妨真正不如真正的发达国家了 好 那么这里讲的就是 第二个弊端 就有可能会导致长期收益 你获不得 后面举例 他说 fears that robots will steal people's jobs may prompt politicians to tax them for example to discourage their youth fears 注意这些词小字也要注意 写成了可数 他就不是情绪了 讲的是一件一件担忧的事情 就好像我们说interest concern 这些词都可以 他可以表示情绪 就不可数 I have no interest in English 这是情绪 I have many interests including playing麻将 对吧 这个就是我的hobbies 他就实体化了 这些小的地方也需要注意 比如说这个对这个机器人的那种恐惧 或者说很多的这种恐惧的这种事情 比如说机器人可能会怎么样 就看一些科研电影里面 就战胜人类 或者说做出一些有思想的一些东西 那就是这些担忧 那robots will steal people's jobs 这里讲的是可能会抢掉人们的工作 可能会导致这个政治家去tax 去对他进行征税 但不是让机器人交税 可能是让生产机器人的企业交税 tax something 当然你可以写成短语 impose tax on the companies who 或者是which make them produce them 对吧 也可以这样子讲 好 但是呢 这个讲的是为了避免短期的 这样子的一个弊端 我们去阻止它限制它的话 最终会带来怎么样呢 最终会肯定就是 它是不能够获得长期的收益 但其实长期我们是需要依赖机器人的 但是 in the long run contries wish to maintain the standard of living as the workforce ages and strengths 就是随着这个劳动力逐渐的老化 或者是缩减减少 will need more robots not fewer 那这里当然有一个反驳 就反驳这些 lotter efforts 他们认为应该去避免 这个使用机器人 他们可能认为机器人会 是我们的工作 就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了 工人丢掉工作 但是呢 最终就会导致他们享受不到机器人带来的 长期的优点 就是为我们的劳动力 补充劳动力嘛 为社会 好 这段文字讲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讲的是 悲观情绪的两个缺点 一个缺点是 把我们取得到成果 视为理所当然 这本来好说一点 视为理所当然 就视为理所当然 可能就不尊重人家科学 科技工作人员 他们的辛勤劳动 第二个呢就是 更危险的 就是你最终得不到 真正的科技发展 你可能稍微有点发展了 然后你就去限制它 这种科技是发展不起来的 好了 这里讲的是利弊分析 当然他没有讲优点 他都是讲的这些缺点 因为这个事情 pasmism 他就是 只有一些缺点 没有太明显的优点了 如果说要有优点的话 就是最多避免了短期的 short term costs 对吧 这里分析的是缺点 那我们讲 如果你拿了一个 这个 我们说的硬式文章 你要去分析它的优点缺点 比如说靠雅士同学都知道 do the advantages of this outweights disadvantages 非常会有这种考题 那你怎么去分析它的优缺点呢 其实你分析优缺点的时候 可以这样去分析 它的优点背后一定会有缺点 就比如说举个例子 那这里我们空 就是没有一个题 就是空说 比如说人口年轻化 那这个好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 那让你分析它的优缺点 比如它的优点 人口年轻化可以有很多的劳动力 那你想一下 劳动力可以推进经济发展 这ok没问题 这是优点 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缺点 因为劳动力很多 还有缺点 有啊 大家都抢着搬砖 那肯定砖就不够了 导致工资就压低了 对不对 那就竞争压力很大 比如说人口年轻化还有什么优点 比如说我们思维这种社会的话 可能包容性更强啊 更容易产生这种科技突破文化改革 因为人口年轻化嘛 年轻人都会有这样子的特点 比较有包容性 比较愿意去改革创新 但是它有什么缺点呢 它背后一定会有缺点 它的缺点就是可能会忽视的传统文化呀 可能会带来一些unforeseen consequences 冲的太猛了 对吧 所以你就分析优缺点的时候呢 就是对着来 它有优点 它一定会有缺点 再比如举个例子 无人驾驶汽车 无人驾驶汽车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说无人驾驶汽车使得 照理工们好像也讲了 社会上对于汽车的使用更为普及了 不管是老人小孩 他都可以使用汽车 不再依赖于成年人有驾照的人了 好像这是一个优点 它的缺点是什么 你想 缺点可能导致交通堵塞 大家都有车了 对吧 还有什么呢 它会导致汽车价格会上涨 因为你无人驾驶汽车 可能搭载一些现金的技术了 那么价格上涨之后 其实它会反噬 使得你的汽车并没有那么普及 刚才讲的是优点 好像是普及 大家都可以用 但其实价格上升了 普及不了了 所以这就是一种思路 你分析利弊的时候 有利它背后一定有弊 没有一个事情是实权实美的 好了 这是只是一个分析的思路 那我们这里呢 它讲的是分析它的弊端 如果说我们回到这个题上来 如果我们要去练习题 要去写它的话 比如说 上几个我们讲的 第一段你可能去写出 对通讯科技的一些悲观情绪 对吧 对前十年的通讯技术是什么样子 今天将逐到未来十年的通讯科技 它有哪些悲观情绪 然后呢可能去探索一下 它的原因呢是由于什么 对吧 由于自己不想去学习 由于这个社会对于科技通讯技术的管控 还不是法治特别完善 第三我们就可以说 其实这种悲观情绪 这个原因啊 就是悲观情绪的原因 这个悲观情绪其实是因为过头了 那么为什么它是有点过头 或者说它有哪些弊端 你也可以去简单去分析一下它 因为它要写这个悲观情绪 到底是好还是坏的一个发展 比如说对科技 通讯科技的悲观情绪 它的弊端有哪些呢 那如果你持悲观态度的话 可能会有哪些 那就可以思考一下 是不是有可能会导致什么呢 大家都持悲观态度 你说这个微信老师 获取我的个人信息 滴滴打车老师 获取我的这个家庭住址 那可能就会 政府会过度的监管 这就是一个弊端了 使得呢 这些技术发展不起来 这是一个吧 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对吧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我这里有两个思路 跟刚才是一样的 你可以说 忽视了 就take something for granted 这是一个 一个就是真正的很危险的 政府过度监管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软件 大家需要翻枪软件 对吧 但我们也不是批判政府 不能这样子 我们是守法公民 对吧 就说它依然有一些个情况 就是它会过度监管它 使得有些软件 你是用不了的 比如说国内 你用不了Google 对吧 你上Google 你就说不到一些东西 比如说Google Scholar 你说它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我觉得挺好的 但是我们就用不了 甚至有些电子磁点 你查网页的 你都查不了 那这个也是一种通信技术 好了 这就是讲弊端 好 我们继续往后面看 刚才讲的这个 它的弊端是这样子 我们继续看后面 讲了弊端之后呢 作者就讲对科技 我们应该有正确的认知 那作者的认知是怎么样的 就是七八九三段来讲的 那我们来看 That point to another lesson 这个that指代的是什么呢 他说那指向了另外一个教训 那我们要回过头看一下 因为刚才插话太多了 回到这里来看 刚才讲的是什么 他说另外一个危险就是 有可能是为了避免短期的成本 而没有收益到长期的成本 收获的长期的好处 然后讲的是 对于这个机器人抢工作 这件事情的担忧的话 会导致政府去对他征税 最终呢 使机器人技术发展不起来 但是呢 长期来的话 如果说要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肯定是要依赖机器人的 更多的机器人的 好了 这个that指的就是这件事情 最后一句 这一整句 如果你要解决科技的问题 那么你只能用科技去解决 所以呢 他指的就是这个that 刚才那个例子 point to another lesson 这个that指的就是上文所提到的那个例子 用机器人来使人们有更好的生活质量 that point to another lesson 另外一个教训就是which is that 但这里写的有点啰嗦 which is that the remedy the remedy to technology related problem very often involves 啥啥啥 但对你还好 不是特别的我说 他说这就带了另外一个教训 就是说解决科技相关的问题 通常要涉及更多的科技 只能用科技去解决科技 所以这是作者的一个正确的认知了 科技有弊端 没有什么事情是十全十美的 但是我们要去解决它 还得靠科技 后面就举了一些例子 什么airbags and other improvements in safety features for example mean that in America deaths in car accidents per billion miles traveled have fallen 怎么怎么样 这讲的是这个 这个举这个例干嘛呢 你要去想一想 就是我们看读例子 并不是光读例子 你要想它其实就是讲的 科技带来了汽车 对不对 但是汽车它会带来弊端 它的弊端就会导致车祸 会死人 那是怎么办 我们不用汽车了吗 不是 就是我们用airbags and other improvements in safety features 去解决它 就OK了 就是从上面那个机器人延伸下来 机器人会抢你工作 确实 但是呢 它也可以保障你的生活质量 会提高你的生活质量 我们去用技术去解决它就可以了 然后呢 下面一个例子 AI is being applied as part of the effort to stem the flow of extremist material on social media 这个也是一样的 这个也是一样的 AI我们还记不记得 作者讲的是 AI entrenched bias and prejudices 对吧 AI会加强entrenches 我们说加深compound这个词 也表示加重嘛 对吧 它说AI会加深人们的偏见 上迪我们举了例子 对吧 你去音频的时候呢 它直接给你AI给你把你简历给刷了 那明显就是有偏见了 但是呢 AI is being applied as part of the effort to stem the flow of extremist material 就和上违联系起来 它不仅可以刷点简历 它也可以的嘛 把那些极端材料从网络上刷下去 比如说一些传播这种暴力恐怖色情的东西 都可以给它刷下去 那stem the flow of something 短语搭配哦 遏制什么什么的流通 对吧 stem the flow stem the tide 比如说stem the tide of crime 这个遏制犯罪的浪潮 写一些犯罪类的文章 可能会用到 这是相当于是科技有弊端 也得用科技来解决的另外一个例子 最后一个例子 它说the ultimate example 最终的一个例子就是climate change climate change是导致的 当然是科技发展导致的 工业化 对吧 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现代化 导致了这个二氧化碳排放过多 气温上升 但是呢 那我们就不实现工业化 不走科技 科技 科技这条路了吗 不是 It is hard to imagine any solution that does not depend in part on innovations in clean energy carbon capture and energy storage 就是说你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还得要靠科技 climate change 你很难去想象有任何去解决climate change的方法 它不依赖于我们的科技 不依赖于clean energy clean energy 就是我们说renewables solar wind energies 对吧 这些能源 它也是科技 carbon capture 固碳 固碳也设计的一些科技 但你说我可以用最原始的去种树 当然种树的可能还是要用 比如说用肥料 用其他的一些方法 不然的话你沙漠里面怎么种树 肯定还是要用于科技 energy storage 它还要储存人员嘛 好了 这个第七段 其实是从上面第六段延伸下来的 它是作者对于这个事情的正确认知 就是科技是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解决呢 就还是得靠科技 好 这个我们提供一个思考题 就说在网络交代中 个人信息被泄露 这个又怎么去解决呢 我们还是用科技去解决 你不是说我就不用微信了 我不用这个滴滴打车了 那不用了 那用什么方法去解决 用科技去解决 也可以用政策去解决 对吧 但最好是用科技了 政策的话有可能它会监管过度 但也需要一些政策的指引 去跟上面的这思路是一样的 你可以说用科技去解决它就OK了 那么自己怎么去科技解决的话 可以去思考一下 对吧 这个WeChat 这个Facebook 你思考一下怎么去把它 限制 对吧 或者是政府处 跟科技公司一起来研发 这样子一些平台 好 这是作者的第一个认知 科技问题需要用科技来解决 那么学掉的东西 当然就只是这样一个思路 等一下我们回去看 这个是我们会进行延伸 在下面 The most important lesson 最重要的一个教训是什么 关于科技本身的 他说 Any powerful technology can be used for good or ill 这个for good or ill 也可以写是for good or evil 都可以 用作好的或者坏的目的 都是可以的 The internet spreads the understanding but it is also where videos of people being beheaded go viral 这个就讲了互联网可以传播知识 但是它也是一些不良信息传播的温床 我们可以说是一个途径 go viral 这次virus的形容词 它是做这个补充修兽 videos 风传了 bio technology can raise crop yields and cure diseases but it could equally lead to deadly weapons lethal weapons 就是致命性武器 lethal weapons 那看到这个词也可以讲 什么大规模杀伤武器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好 这里就举了两个例子 就是科技 它本身是可以用来做好事 也可以做坏事的 这是第二个认知 就是第一个认知讲 科技问题得由科技来解决 第二个问题讲 科技就是可以做好事 也可以做坏事 那么第九段就讲 关键是怎么怎么样子的 那关键就是看你怎么做 那这里有个延伸阅读 我们来看一下 不光是科技了 所有的知识都是这样子的 那这里是what's the purpose of gaining knowledge 学知识的目的是什么 那注意啊 学知识不能用learn 用gain 用acquire 这些都是可以的 这篇文章说实话 是一个节选 并且改写了一点点 是雅思阅读里面的一个改写 我觉得写的比较好 因为我们的文章是有点点细的 我们讲的是科技的两面性 这个讲是知识的两面性 开头这段是本来是没有的 我们自己添加上去的 讲的是康德 他认为任何的知识体系 就是由end和means组成的 就是他的目的和他的手段 手段就是你怎么去获得这种知识 目的就是用这个知识 怎么去造福人类 还是去谋害他人 对吧 这就是end 但是康德他没有指出 这两个东西到底是更重要 那我们可能认为 这两个东西其实是通的重要的 后面举了一个例子呢 讲的是把大学里面的一门课 我们来当一个例子 什么课呢 这个课名字很奇怪 Arson for profits Arson 我们就是纵火罪犯 这个纵火罪 对吧 或者是纵火for profits 但是呢 要为了利益 为了人民的利益 去研究这个Arson 所以呢 他是一门课 在大学里面出现的一个课 他说It is 这个课在哪里呢 就好像是 那个原文讲的 是布朗大学吧 有这门课 It is presumably all about means 他说这门课 当然肯定是关于方法了 怎么去研究 或者说去侦探出的一些犯罪行为 那些放火的那些犯罪人员 他是如何去放火的 他的动机是什么 等等 这个Arson for profits 研究纵火 为了人民的利益 好了 因此呢 这个课其实他本身就 假设了他的目的是好的了 其实他这个文章讨论就是 means and end are of equal importance 他是一样的重要的 好了 后面就是讲什么呢 他说当我去问学生的时候 他们对这个目的怎么看的时候 他们都会千篇云的回答 这个目的就是for the safety and welfare of the society 都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和福利和福祉 对吧 对吧 然后呢 作者就讲 这种我们可以看到 有些人可能会 用同样的这样的知识 去做一些更加没有那么高尚的事情 所以是卑鄙的事情 such as personal profit by destructive dangerous and reckless activity 去实现一些个人的利益 破坏他人 损人利己相当于是 但是作者认为我们不会把这个事情叫做fire fighting 比如说我们去学这个arsen for profits 我们不会把它叫做他的动作叫做fire fighting 我们会把它直接叫做arsen 同理的 如果你学的是商科 你学的是什么marketing 营销 if you employed the principles of marketing 就是说营销里面的一些定理定律 in an unprecedented way 做了一个文字游戏 如果你有一些营销课里面的一些规律 怎么去用呢 是一种没有道德的形式去用 可能就是专国家法律的控制 或者说去谋害他人 把人家的钱财全部骗过来 you would not be doing marketing 你就不是做营销了 你可能做的是什么呢 fraud 诈骗 所以后面又讲了 康德也给了一个例子 他讲的是医生和一个囚犯 他们都是用同样的知识 达到不同的目的 但我们说有一个人是在从医 另外一个人是在谋杀 这段文字呢 其实举了三个例子 都是在讲这个meas and and are of equal importance 都是同等重要 关于科技 关于这个知识是这样子 但跟文字里的讲科技 其实也是一样的 科技 它其实可以实现好的效果 它也会带来不好的这个结果 就看你怎么用 知识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是比较贴切 我们把它贴到这里 最后这一段是做着自己的观点 他说一个领域里面的知识 它是怎么组成的呢 既是有means 又是有end组成的 因此呢 都需要严格的去审视 你要研究它的means 也要审查你的end 是不是合理的 学生 就要学会如何去实现x 也要学会什么是x 就是你的end是什么 你不能只说我要去学 这个药物的一些作用 特性 但是我用来什么呢 用来害人 那可不是在行医了 那个是在偶杀 when x is distorted what was left is only destruction 如果把这个x扭曲了 误解了 曲解了 那么剩下的其实只有毁裂了 creative destruction都算不上 实际就是only destruction 好了 这个文章是我们稍微改了一下的 就后面第一段第三 第一段第三段都是改的 第二段基本上是把它拿过来了 这里有个句子 我们来学一下 像这些句子你可以发现 这文章其实写得很好 为什么呢 该长句子的时候 长句子该短句的时候 短句 特别是你可以观察到 短句在哪些地方出现 在结尾的地方出现 开头第一句话的时候出现 我们说长短结合 怎么去写文章 就是写观点的时候写短句 总结观点的时候写短句 中间的论证缩理的时候 复杂的缩理过程 你用长句去表达 是ok的 而不是说每个句子都很长 写出来 那个就不是在做文章了 那个是在绣语法 写起来 人家读起来觉得很无聊 或者说很回事 不好 好 我们来学这个缩略句 有些时候缩略句 会使得你的文章 非常简洁有利 并不是说长句就不好 而是说应该恰到好处的去运用它 有时候短句 比较简洁有利一些 我们说 Why is practicing medicine The other murder 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 你可以认为它有点什么 流水句 The wrong down sentence 的嫌疑 Why is practicing medicine 一个人在重医 The other murder 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 有可能会被人指出 指出你是流水句 那么你就可以稍微改一下 把这个地方改成一个分号 就更好一些了 一个人在重医 另外一个人在谋杀 而我们可以观察到 这两个句子 相同的地方 相同的地方 就是 is practicing 所以相同的地方 可以用逗号来代替 这样子就写出一个排比句 并且中间用分号高看 就没有人说你的女方有问题 但是原文这里 它是直接是 逗号的 The other murder 这种呢 我们也不算特别的绰号 但是如果有去到一些 old school Bromerians 他可能会认为你 这个是错的 流水句 不要这样子写 那么就把它改成分号 就更好一些啊 写程师的句的时候注意啊 两个句子的动词啊 一模一样 两句上 用词上是对照的 parallism 结构也是一样的 如果有奇异的话 应该是补充一些词 避免有奇异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有些练习啊 不知道大家去议习的时候 做了没有啊 We like classical music George Hard Rock 这句话就是错的 对吧 怎么去改呢 怎么去改 他的动词肯定不一样 We like George 上乘单数 所以他不能写成这样子的句子 他只能加 改成这样子 We like classical music George likes Hard Rock 所以他不能写成神学句 这种 你说这么一点点 还不能 对 就比较严格 不能直接用斗号来代替了 相同的 完全相同的 才能用斗号来代替 比如说看第二句啊 第二句也是写的神学句啊 这句好像没有错啊 Dobby played a musical number by Bach Dobby 他演出的是巴赫的一支曲子 number 曲子啊 你可以用score来代替啊 就是那个S-C-O-R-E 好 Joan Beethoven 那一样的嘛 Joan played a musical number by Beethoven 但是呢 这个地方还是有一点点错 为什么呢 书面上是没有错的 一点错都没有 但是你去读给人家听的时候 人家就会有奇异 你看 假设你不看文字 你听我读 Dobby played a musical number by Bach Joan Beethoven 是不是有奇异啊 好像Dobby演出的一个曲子是 Bach Joan Beethoven 三个人做的 所以大家就有奇异了 所以稍微修改一下 避免奇异啊 怎么修改 Joan one by Beethoven 就不会有任何奇异了 这样子啊 可以看到 对吧 这个就是没有任何奇异了 你读起来人家听 你也听得懂 Dobby played a musical number by Bach Joan one by Beethoven 没有问题啊 Bethoven 这个是 那是德语的这种读法 不是Bethoven 这种读的是很少见 这样子读的 好 谈全球化一些国家看的 基于一些国家看的威胁 有没有同学去翻一下 或者我们线上翻一下咯 大家 对吧 写在我们的这个聊天框框里面 当谈起全球化 有些国家看的机遇 有些国家看的威胁 写个仿造上面这个句子嘛 仿造这些 这上面的这种模式 分号隔开 写一下嘛 当谈起啥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When it comes to something 这种都可以啊 我们给个 30秒钟应该可以写出来 或者说是 一小会儿时间嘛 是40秒钟 一分钟的样子 当谈起全球化 有些国家看到的 是机遇 有些国家看到是威胁 大家写一下 我看大家能写出来没有哦 等一下我过来看哈 看有同学写出来吗 我转过来看一下 有同学写出来了 When it comes to globalization Some countries say opportunities Others threats Perfect 没有问题啊 就是这样子了 这种句子写出来 非常的简洁啊 所以应该是比较简单 能够去模仿它 Others 可以啊 Some threats 都差不多啊 就是这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面对困难时 乐观者找方法 悲观者找借口 大家也可以试着接写一下 很简单 这些都是 非常简单的句子 面对困难时 你可以用 Faced with 或者是Facing something 都可以啊 谢谢嘛 30秒钟 或者压根要不了30秒钟 那考量我们今天会延一点时间啊 因为我发觉可能后面还有一些东西 就不完 变得困难是乐观者找方法 悲观者找借口 乐观者 Optimists 对吧 这个悲观者 Pessimists 还有东西写出来吗 When faced with difficulties Optimists Find the solutions Pessimates Excuses 很好啊 When faced with difficulties Positive people Find ways Pessimistic people 都好 对吧 Excuses 神略句嘛 这个月诗风云同学 就是Pessimistic people 后面都好 Excuses 这样子会更加的简洁有利一下 好了 我们就这样子 简单的做一个小的练习 就OK了 像这样的句子用在文章里面 比如说你写的什么雅士座儿 托夫座儿里面 人家就会觉得你的语言掌握 不仅仅是像学生一样的 有一点明火性的 用逗号来代替相同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E 这个E就不要哪里写了 稍微难一点 他说Family mistake is intuitive not rational 他说女性的神秘之处 这个是个名词 Mystic something mysterious 女性的神秘之处 是在于 她是用直觉去思考的 而不是用理性去思考的 这就在于她的直觉 她的神秘之处 你按直觉 按理性去推演她的思路的话 你是理解不了的 这就是她的神秘之处 Aesthetic not pragmatic 你看 这个怎么去理解 Aesthetic not pragmatic 其实这样去理解 就是她不仅可以审谓 畏语动词 就是她的足语这些都可以审 所以她审谓的是什么呢 The family mistake is 这些前面都被审了 Aesthetic not pragmatic 所以最初的话我们就学一种 你未动词是一样的 我把它用逗号来替代掉 就完事了 其实她还可以 主语和这个必动词 都可以直接审了不要 这样子写出来也是正确的 而主要这个分号后面 这个句子小写这么大头 这个需要注意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审略句 这种句子写起来比较简洁有力 这个就是我们插播了一条 刚才我们讲的是 作者对于悲观态度 他讲了他的弊端 然后他作者在七八九段 是讲他自己的认知 自己认知就是科技问题 要用科技来解决 科技本身是有利也有弊的 他有好坏之分 但是就看我们怎么去用 第九段我们来看 他怎么去理解科技 Technology itself has no agency 这个agency这次好抽象 agency讲的是产生某效果的作用 就是我们物理学说的这个作用力 对吧 比如说你的这个一个力作用在桌子上 或者作用在一个 一个纸壳子上面 或者说一个金属物上面 那么它会产生一个效果 这个效果就是使得这个金属盖子 比如说凹下去了 这个效果叫做effect 那个作用叫做agency 他说科技本身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It is the choices people make about it that shape the world 是人们关于科技所做出的一些决定 这样子才产生的效果 shape the world make an effect 对吧 make an effect也可以这样子讲 so it is the choices people make about it that make a difference 或者说make effects 会有效果 好 that's techlash techlash是从那个backlash变过的 backlash指的是大家都反对一件事情 对吧 就是backlash 因此反对科技 也就是前面所说的 that ladi efforts 就是那些ladi efforts that's the techlash is a necessary step in the adoption of important new technologies 这是作者的一个比较核心的观点 因此反对科技 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我们采纳或者是接纳一些科技的时候 我们要去先反对他 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不然的话 你知道他是用来干好事的 还是用来干坏事的 对不对 at its best at its best it指的是什么 就是techlash 这个对科技的反制 反对 at its best 是一个短语 表示在某件事情最好的情况下 就是对科技反制最好的情况下 这个反制可以帮助frame 制定一种框架出来 你看他刚才这个shape是不是有点 酷硬啊 it is the choice people make about it that shape the world techlash can help frame something 可以帮助我们树立一个框架出来 这框架里面 这个全体社会会达成共识 或者说comes to terms with come to terms with 这个词也很好去理解 come to 来到 terms 我们知道这些条款 那就是说相当于是跟谁达成一致协议 妥协 整个社会呢 会达成一致 是接纳这个innovations innovations 这个techlash 会梳理出一个框架出来 这个框架里面 将规定整个社会将在哪些情况下 会接纳你的innovations 只有你的innovations是为人民服务的 innovations for profits of people 你才会接纳它 然后呢 在这个框架下 societies imposes rules societies imposes rules and policies 他们会理定出一些规律 规章制度出来 这些规章制度怎么样子呢 后面三个词是并列的 所以这个词 这个句子有些东西可能是读不清楚 它的并列关系是这样子 techlash helps frame 后面并列重句 how society come to terms with innovations 这是一个了 how society comes to terms with innovations how society imposes rules and policies 这两个家伙是并列的 那the rules and policies 后面呢 又有一个定义重句 这个定义重句就有三个动作了 就是 Rows and policies limit technologies destructive potential accommodate change or strike a trade-off 就是这些政策的话 会限制科技它的破坏 你会顺应科技带来的一些改变 accommodate 顺应的意思 适应的意思 quote是strike a balance trade off trade off 就是balance 会达成一个平衡 我们来看括号里面 科技有哪些破坏作用呢 限制它的破坏作用有哪些 就是seabelts catholic converters and traffic regulations 这些政策去限制它们的破坏性 哪些政策 就你必须要系安全带 你汽车上面 汽车制造商 你必须按三元炊化剂 把你排放出来委屈进行一个 改革 或者说是不是改革 就一个转变 使它没有那么对空虚那么污染 对吧 比如说必须要遵守交通规则 不能乱跑 本人会撞死人 这就是一些 rules of policies limit technology's destructive potential accommodate change 顺应变化 顺应变化 Universal schooling as a response to industrial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会导致什么呢 可能就是 有很多人 就失去了工作 因为有machines 那么我们怎么去解决 我们用政策去解决 我们出台全民教育 对吧 我给你接受更好的 让你接受更好的教育 但你就不怕机器人把你的工作给抢了 或者不怕的一些什么 纺织机把你纺织功能的工作抢了 你可以做别的更高级工作 就是Universal schooling 的应对方式 accommodate change 顺应变化 strike a balance 这政策还可以达到一个平衡 between the convenience of the right hailing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gig workers 要达成一个平衡 什么平衡方法 他们的平衡呢 就是打车这种便捷 以及还要保护零工 打车便捷和保护零工 你说这两个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 打车便捷 当然你就想出了这种 网约车的好处了 但是网约车有个弊端 就是 这个司机的工资可能是得不到保障的 它是可能会比较低的 所以说the protection of the gig workers 就是网约车的实际们 他们就属于gig workers 作者认为 起码在他所在的国家 可能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要保护 要实现一个平衡 好 这个就是对科技反制最好的情况下 就可以怎么样呢 梳理出一个框架 在这个框架上社会去接纳这种改革 或者说给这些创新 给出一些条款 他们去适应这些 是为人民服务 或者说给出一些个规章制度 限制他们的破坏性 去顺应他们的改变 以及达成一种平衡 使他的危害形象的最小 继续网面去看 Healthy skepticism means that these questions are settled by a broad debate 这种良心的质疑 就意味着这些问题 其实都会经过一个大的 这种全民的一种 或者是不叫全民公投 可能叫做这种大的辩论来解决 而不是一小部分科技者来决定 a culture of technologists cultury 小集团 a small group 或者说a small and exclusive group 就是排他现在一些小组织 就是cultury 好了 所以第九段作者认知是 科技也应该受到限制 这个限制但是必须是良性的限制 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民的辩论 我们来决定 到底应该出谈哪些terms 来限制它的危害性 对吧 那接纳这些科技 又该怎么去接纳 所以说对科技的认知 它其实利益兼有 整个七八九段讲 科技问题要科技解决 科技其实有两面性 对科技的反制其实是有益的 但我们要是良性的制药 而不能只是take these advantages for granted 或者说是give up its long term advantages 就是放弃它的长期的优点 好了 作者的观点讲完了 讲完了之后 我们来看最后一段 最后是作者 一个ps 我们说是有一点ps 就是最后一点点 其他的观点 当然也有一些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观点 在这里面 我们来看这里面就会有论证了 第10段讲 他说或许 这个悲观情绪的真正的源头 可能也不是科技了 也不是说这个 我们说a mix of unrealized hopes and unforeseen consequences 可能不是这个东西 可能就不是科技本身了 而是growing doubts about the ability of society to hold this debate 就大家对于我们社会能不能够有这样一个debate 再进行一个悲观情绪了 我们刚才说了 要把科技接纳科技的话应该是怎么样 要healthy skepticism 对吧 良心的质疑 我们应该是大家一起来讨论 怎么样来发展这个科技 怎么样来制约它的破坏性 但是我们的悲观情绪是哪里来的 就是说我们国家可能 我们社会可能不能够举办这样子的debate and come up with good answers 或者说基本上有debate 但是也得不出一个好的方法 可能源头在于这里 其实它并不是在对于unrealized hopes的失望 和unforeseen consequences的担忧 可能不是这个 这个悲观情绪是源自于对我们社会的一种悲观情绪 大家能不能够坐在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 就是整个社会大家观点不能统一 可能这一点 Innocence technopessimism is a symptom of political pessimism 它这个意义上的话 我们的technopessimism 就是对科技的悲观情绪 其实就是政治悲观情绪的一种表象 就是我们社会的政治 它无法组织大家一起来进行一个全民的讨论 我们的政治还不够民主 可能是对于这个的一个悲观的一个表象 A symptom of political pessimism 但是作者认为不是这样子的 Yet there is something perversely reassuring about this 但是相反 我是觉得很有信心的对这个地方 它有一点相反的有一点信心 为什么呢 他觉得a gloomy debate is much better than no debate at all 因为现在就已经在社会上有一些悲观情绪了 就相当是已经有debate了 已经有一个debate 只不过比较悲观 大家都认为这个不行 对吧 科技可能会卸了我的信息 可能会怎么样子 对吧 是我的screen time太长了 是孩子变成zombies 但是这种也是一种debate 一种观的表达它也是一个debate 总比一点观点都没有输出的好 所以作者是一个乐观的态度的 History still argues on the whole for optimism 并且你还有一点 就作者另外一个理由 乐观态度另外一个理由 就是历史的那些证据显示 都是有利于乐观态度的 后面就讲了历史的数据了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sense...help to curb ancient levels 就历史上的那些科技转变 其实都有助于我们解决一些 长久以来的一些弊端的 或者是我们人类社会的一些个问题的 比如说小孩子的死亡率 使他下降一些 或者说是对贫穷 饥饿或者说无知等等 对这些问题都会有帮助 所以他想借助这一个观点来论证 其实今天的辩论 它其实是好的 它这种悲观情绪 其实它也是一种情绪的输出 所以我们不用对我们的政治体现太过于悲观 所以technopessimism is a symptom of political pessimism 这种是说不通的 对我们的政治的悲观 其实不必要那么悲观 因为我们的人们还在发声 这就说明政治还是OK的 好 这个就是用历史数据来证明今天的情况 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讲叫做inductive reasoning 你说什么叫reinductive reasoning 就是我们说的归纳法 因为历史上可以这样子 那么说明今天依然可以这样子 他认为今天我们也可以有科技转变 或者是有科技突破 它也可能会带来一些好处 也会curb some 也不一定是 ancient levels 可能是一些 modern levels 现在的一些这个问题 比如说犯罪分子 对吧 这个高科技犯罪 也可以用科技来解决 它就是一种类比 历史的科技可以解决历史问题 那么现在的科技 当然也可以解决现在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用那么悲观 它就是一种这个类比 我们继续读完 读完之后我们系统来讲一下这个论证方法 yes 这里有个让步 yes 经常喜欢用这种词 他不会用什么admittedly granted 这样子非常正式的词 他用yes sure 这样子的词 the planet is warming and antibiotic resistance is spreading 这些都是科技在来的一些弊端 全球变暖 这些抗生的反应 也更加明显 比如说一些病毒的 对吧 对抗生素 它有这种抵御作用 都是在越来越明显的 这科技带来的弊端 but the solution to such problems cause for the deployment of more technology 就是回应相对有点像在总结前面的 但是这些问题都要用科技来解决 not less 更多的经济科技 这里有一个让步和反驳 等一下我们也会去讲 这个叫什么让步呢 就是说我承认我方观点有一些缺点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 你更要用我方的观点 你更要支持我方观点 因为只有我方观点 它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就好比说你跟人家谈朋友 承认我很丑 但是你就是要喜欢我 就是因为我丑你要喜欢我 但你要讲理由出来 对吧 因为什么 但这里来当决例子 可能不是特别合适 只是一种逻辑上是一样的 好 so as the decade turns put aside the gloom for a moment 所以随着这个2020年的到来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悲观信息放一边 to be alive in the tech obsessed 2020s is to be among the luckiest people who have ever lived 做的认为是非常好的 非常幸运的一代 那么来讲一下中间这一小片 我们说这个论证到底有哪些方法 算你个王老师讲了 有appeal to reader's logic appeal to reader's emotions appeal to reader's morals 大体上有这三种 如果你要说服一个人 你要么是动之以情 emotions appeal to his emotions 要么是小之一你appeal to his logic 你跟他说道理 要么是appeal to his morals 用道德去感化他 那我们这里可不讲什么emotions 也不讲什么morals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logic 如果你有逻辑去说服人家 是怎么样子 我们都知道可以说理 可以举例 那道理一共有哪些呢 其实大的论证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两个大部分 把这个直接写好了 我直接就不去重去写它了 刚才我们说logic emotions and morals 我们来讲这个logic logic informal logic 我们讲的是不规范的 或者说是不是正规的逻辑 正规逻辑的话可能很复杂 可能涉及数学了 离杀数学等等 对吧 我们说论证一共两种方法 一个是叫做deductive reasoning 一个叫做inductive reasoning deductive reasoning叫做演绎 inductive reasoning叫做归纳 演绎是什么呢 就是你有一个真理了 然后呢 你去找一个真理里面的一个 某一个对象的真子气 然后呢 你可以得出一个specific conclusion 相当于你手下有一个general principle 最后你要得到的一个是specific conclusion 比如说最著名的苏格拉底 这个三段论 是亚里斯多德提出来的 他说all men are mortal 所有的人都是必有意思的 都是凡人 Socrates is a man 你看一下Socrates 他是不是all men的真子气 对吧 所以呢 Socrates is mortal 所以Socrates他也是必有意思 这就是演绎 对吧 这就是演绎 比如说你要证明一个具体的例子 那你就需要去发现 具体这个结论 你就发现这个结论 你的某个对象 它刚好是符合某一个大的general principle 那如果这个大的general principle 所有人都能接受 因为它是一个self-evident statement 不言而喻的 不需要去证明的一个statement 那么差不多你就基本完成了证明了 你就去找这样一个general principle 这就是演绎法 好 那么归纳法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很从汉语意思上都看得到了 归纳法就是说 我有很多的一个一个的小例子 example A B C D 它们都有相似出 最后我得出一个general principle 这就是归纳 比如说小明是一个中学生 放学之后呢 喜欢去打游戏 小红也是 小刚也是 你也觉得很多 你说这些小中学生 我们才调查了很多中学生 得出百分之八九十的都是这样子的 那我可以得出一个归纳 说中学生放学之后呢 通常都会去打游戏 这个就是一个归纳法 得出的结论 就证明它的结论 那一般来说归纳法的结论呢 不能够写的非常的绝对 通常都会有often sometimes 等等这样子的一些限制词 因为你的例子是无法穷取的 对吧 这就是归纳 那归纳法 刚才我们说的有statistical evidence 就是说据什么研究的 它显示有百分之多少的青少年 会怎么怎么样 最后你得出一个结论 这个就是statistical evidence analogy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类比 它身上就是A身上发生的事情 也会发生在B身上 为什么呢 因为A和B在很多方面都相似 最后你类比过来 B也非常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 这个也是一种inductive reasoning的一种情况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cause and effect 说你了 这个就是最常见的 你去对一个事件进行分析它的原因是什么 结果是什么 对吧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是用 认为它就是用的analogy 它认为历史是这样子的 所以今天也可以是这样子 历史上可以看到这些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has helped curb ancient levels 那么作者也可以认为 今天也是这样子 因为历史都证明科技的转变 是有助于我们获得更美好的生活的 那么今天也应该是这样子 是乐观态度不要悲观 所以它用的就是一种analogy 你可以认为 但是后面这一节啊 讲的是yes but 这个我们也来讲一下真的反驳 反驳这个叫什么反驳呢 就turn it around 反转 现在是我很丑 确实我很丑 可是这就是你为什么要喜欢我的原因呢 那就是all the more reason for doing something 就我正因为我去联系 所以说你应该有理由去怎么怎么样 对吧 那这种逻辑一般是用的哪个方向呢 用的政府的政策方面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个加益的例题 这个例题 他说最好的保护和保护环境的办法嘛 就是通过政府的规章制度了 好这是一条陈述 后面讲我们不能够依赖个人和私有公司 或者说是民营公司 他的自觉性来实现这些保护自然环境的目的 同意还是不同意 假设我们认为我们是同意的 我们基本上是同意 只有政府的管制才是最有利的 那想一想 如果我们要去让步 对吧 我们要写个yes sure 这个政府的政策有什么什么样的缺点 我们是不是可以写出这样一个缺点 确实政府的政策可能会有很多的漏洞 让这些不法分子就去钻掉漏洞了 比如说砍一棵树罚100块钱 那么有些企业他可能就说 这个100块钱我就罚了 我就直接交了就得了 因为我不砍这棵树的话 我这个工厂建不好 可能损失更巨大了 你看你的政策是不是有漏洞 有缺陷 但是就是all the more reason for doing it 就是因为他有这样子的漏洞 所以说我更要执行我的政策 因为不执行那就更不得了了 大家更赚控制了 控制都没得赚了 直接就敞开了 对吧 所以这就是一种反驳 那反驳的这个方法 其实有很多 这里他用的就是turn it around 反转 这种一般都是讲政策方面 回去讲 政策有缺点 但是正是因为有缺点 我们更要收紧政策 更要实行政策 好了 那么这一段里面 我们做了一点点延伸 讲了一个去论证的时候 用了一些方法 inductive reasoning deductive reasoning 这两种 一般我们写的话 会用哪些 主要就是用的 cause and effect 或analogy这两种 cause effect就是大家所说的 说理 对吧 举例 analogy 可能也会用 statistical evidence 但是这个可能要写论文 才用得上了 因为你要去查一些这个数据 那么deductive reasoning 其实也用得上 deductive reasoning 那么你可能就是更加仔细去思考 到底怎么去找这样一个general principle 来帮助你得出一个specific conclusion 好了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把最后一段也看完了 最后段它是一个评论段 对科技的悲观 或许是源于政治的悲观 但是作者认为人们对政治 还没有完全吃悲观态度 因为他们还在表达自己的观点 对吧 尽管但有悲观的情绪 就有甚于无 如果当一个社会 民众都不表达观点了 大家都开始可能要唠搞命了 但可能这个社会真的就完蛋了 其次历史它依然是支持乐观态度 所以说作者认为今天我们也应该吃乐观态度 历史都是这样子的 类比过来了 结论就是对科技不悲观 这个21世纪的20年代是最幸运的年代了 因为有很多的科技 我们回过头来回顾一下这篇文章 一段到五段呢 其实讲的是悲观态度 以及它的原因是什么 它其实就是part of a historical pattern 它是有规律的 人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 出现新的科技就会有人唱反调 悲观态度 对吧 这不第六段就讲了 这悲观态度其实有些弊端了 就take the advantages for granted 还有是deny access to its long term disadvantages 就是否认了 就不能获得它的长期的好处 第七到第九 却是对科技正确认知 科技会带来问题 但是我们要解决问题 还得考科技 科技本身是没有好坏的 这一点和知识非常相似 最后讲 我们应用科技的话 当然我们也欢迎良性的质疑 这样子才是对科技一个正确的认知 就结论得出 就对科技不必抱悲观态度 但对政治也不必抱悲观态度 起码我们还在表达观点 历史证明科技都是好的 所以今天的科技也应该 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优点 或者更多的好处 所以最后得出结论就是 21世纪的20年代是非常幸运的一个年代 生活的这个年代也是非常好的 这篇文章就看完了 我们学习的内容你可以看到 有什么呢 科技的一些词汇 精细对比的这种写法 也可以说是一些句子 省略句 这个是比较简洁的表达自己一个观点的句子 经常可以看到 他用分号隔开前后两个句子 结构一模一样 是一个排比句 段落论证方面的话 这个从反面来写一个话题 对不对 你要写林口老林话 你先从林口老林年轻话先开始写 你要写对科技的悲观态度 先写人们对科技的这种依赖 分析原因的方法 就是说你从内部从外部去分析 分析利弊的方法 那你就可以说认好的优点背后 它一定都会有缺点 没有一个是十全十美的东西 一些论证的方法 主要知道有inductive reasoning deductive reasoning 而inductive reasoning 又分成了三种analogy statistical evidence cause and effect 对吧 这几种 那么作者用的我们可以认为是analogy 然后当然还讲了反驳的方法 这里用了一个turn it around 反转 我有缺点 但是真是因为有缺点 还真的必须要选我 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 他们的作业的话 我们讲 作业我们的这篇文章 就是我们刚才学的这篇文章 它其实是一种评估类的文章 探索某一个错误 错误观点 错误观点就是它的悲观态度 它的原因是什么 它有些了一些后果 然后正确的分析 又该怎么去分析它的利弊 它出了正确的观点 作者认为正确观点 就是应该持一种乐观的态度 所以写这种文章 就是锻炼人的分析能力的 跟雅思里面的这个 availages disadvantages 那一类是非常相似的 那么下面有一个题 让大家回去写一些 如果写个这个文章 也没有关系 你去写下面一个B题 A题讲的是 就是我们在练习 在讲课过程中讲的 现在人们对这个通讯技术 改变了人们的沟通方式 你觉得它怎么改变了人们的沟通方式 是上好的方向改变 还是下不好的方向改变 这种趋势 你最后加一个结论 你觉得它是好还是坏 对吧 比较雅思的结构的话 你可以说引入话题 回音问题1 一板页来写 哪些方面改变了 对吧 比如说 交通的方式改变 你可以说是 比如说通话 对吧 还比如说是上学习的方法 对吧 工作 工作 生活 你可以跟它三个方向去写 然后是好还是坏 你可能就讲一下 评估一下它的优点是什么 它的弊端是什么 可能交流的方式 确实它的优点就是减少了时间 或者说成本等等 但是它的弊端可能就是 大家好像比较冷漠了 人情之间 对吧 这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写法 复材一点的话 你就放着这个文章的结构去写它了 先写出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个悲观的态度 像我们课堂上讲的那样子 那相对是它朝坏的方向在影响 那最后就讲它的原因 然后它是讲它的后果有什么的 什么这个悲观态度有什么后果 最后的正确的评估它的通讯科技 给出结论 相对是防写这样子的 一个模式去写也是可以的 只不过要复杂一点 那如果你写过这个文章 你就写B题咯 那B题讲的是 就我们越来越依赖这个电脑科技 电脑科技会用于商业 用于这个罪犯的侦查 还有一个这个 even fly planes 甚至搭乘飞机 都可能会用到这个电脑科技 你认为在未来电脑科技 会用到哪些领域 这个依赖于电脑科技是好事 还是说我们应该对它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谨慎的态度 就讲的computer technology 学律师比这个文章的话题要缩小一点 文章指的是technology 这个B题讲的是computer technology 而A题讲的是这个 沟通的科技对沟通的改变 对吧 通讯科技就是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是这样子的 两个题二选一 大家可以去选一个来写 但我们你在这个手册上面好像就这个题 后面这个题我是后面加的 因为我发现有些东西可能是写过这个题了 写过A题 那B题如果说你要写B题的话 那你就把这个B题结构图 对吧 我们就写这个也是可以的 好了 我们这节课的话就是这么多了 主要就是讲了一些论证的方法 对吧 反驳的方法 一些词汇 然后就分析了这篇文章 它的写法 当然也是有两篇这种延伸的阅读 里面的一些词啊 句啊 都是比较好的 可能消化这篇文章呢 要续些时间 就我自己来说 也不一定说完全能够消化它 就一两次可能是消化不了的 可能要多一点时间反复的去复习 好了 我们这次第四次课 我们就讲完了 谢谢大家来听我们讲课 用问题的话可以在群里面 我们提出来 当然这个作业写的时候 你可以发到群里面 到时候我们就按这个顺序来修改 对吧 好吧大家晚安 听完的了